我听您电话里的意思是 我们合同需要暂停 现在是在权益方面 大家还有什么意义吗 其实合同面上的事情 咱们已经聊得起起巴巴了 是我们这边出了一些变动 和您那边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那现在是什么情况 实话跟您说吧 是我们这边人员出现了一些变化 之前呢 小马总负责院线的业务 现在多了一个莫总 她说多少几家公司来竞价 比如余果 余果 这莫总是马总的夫人 小马总又是他儿子 说是拿屏幕价格来说事情 说白了 就是两个人在那儿较励 你呀 也再等等 这不到最后一刻 谁也不知道赢家是谁 我说副总 那这位莫总就是马太太 她是刚刚参与这件事情的吗 这上面的意思 咱们谁也猜不透 不过她特意提到了雨果 这里边应该没那么凑巧的事情 好 对方提到了雨果 你不认识这位莫总 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名字呀 你也知道的 我如果有盛海方面的资源的话 也不至于从你手上转下那些屏 这件事情确实变化很突然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你们雨果那边应该有人在进攻这条线 我知道了 盛海的屏幕如果有变动的话 你那边是不是影响不太好啊 没办法呀 生意本来就是这样 不是在左手就在右手 没关系的 我们进人是听天命吗 那我这边也了解一下 那到底什么情况 好的 师姐 那想这样 好 好 来 盛海和仲勋的合同暂停了 知道吗 你猜我知不知道 看出来了 早就知道了 何止啊 这处瞒天过海大戏里面 你知道最大的功臣是谁吗 那个叫莫林的 是你联系的 你怎么一下就够兜底了 一点什么你敢都没有 这一圈还真是没有秘密啊 我这招 追不追 这单一 我是我们两个一起处理的吧 有什么事情 你能不能提前跟我商一下 我真不是有意瞒着你的啊 我知道昨天为止的 我不知道这件事情 我能不能搞定 那不靠谱的事 到处乱说 也不是我风格呀 黄妈不是你的风格 你说你现在这样 中头敲动客户 跟那个曹达有什么区别 不是安心 你什么意思啊 拿我跟曹达比 珠宝品牌是我的客户 是我几年前带进雨果的 现在我在想办法留住这个客户 让他们留在雨果 是重心的曹达横插一杠 赶尽杀绝 我这顶都算自卫反击 好不好 你急什么呀 我又不是这个意思 那这几天 我一直在为这个事情 跟陆泽宁做努力 可是突然今天出现了 这么大的变故 我不是有点措手不齐吗 你有什么好措手不齐的 曹达撬走珠宝品牌 陆泽宁第一时间跟你说过没有 没有吧 这才叫措手不齐 我把盛海院线搞定了 那就喜从天降 大姐 你不会真的恋爱呢 好吧 人重心跟我们是竞争关系 你现在是身家不菲了 那人 人许总还指着我们 拼着命拿下这一单 把他送去总部 让他进阶高管层圈呢 咱立场能不能单纯点 杨卫 你什么时候到呀 亲爱的 已经在路上了 一会儿见 我一会儿要去莫林家跟他吃饭 我呢会按照我的节奏 继续推进这个事 那至于陆泽宁 他作为你的朋友 如果这件事情让他为难了 我只能说声很抱歉 因为这是我靠我的努力 和实力争取来的 行了 我走了 考虑考虑啊 路上 慢点开车啊 行 你出来给我关门啊 知道也 我好美啊 就是 我好美啊 真好看啊 真不错啊 莫林 你的这个片子啊 简直拍得太棒了 是啊 一看就是专业的 每个动作都是精心设计过 对啊 这跟考虑屋大片有什么区别呀 对了 今天我也想跟你介绍一个人呢 薇薇 你怎么在后面呢 坐 薇薇 各位姐姐妹妹好 我的这个纪录片呢 是薇薇帮我找专业的电影团队 帮我独家拍摄的 那主要还是因为 阿玲的表演好啊 真的 要是没有你的实力 这再强的电影团队 也没有用呀 但咱们拍得有点辛苦吧 还真是啊 那几天太阳又大 阿玲真的是太能吃苦了 但成片大家看到了吧 我特别满意 你满意就好 孩子满意就好 满意就好 还有啊 在事业上呢 薇薇也算是我的贵人 本来嘛 我也没想说这么快 去管公司的事 薇薇一直鼓励我呀 我一想也好 那有机会就去管管看吧 那我们是不是以后 得叫你莫总了 莫总好 对呀 莫总 虽然 莫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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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儿呢 我我都放完了 这儿子 嗨 像这个样子 我太赞了 谁叫我是业务性能手呢 下去 那这业务上的事 肯定没问题了呗 差不多了吧 你也知道 我这小小的业余 居然改变了整个那啥门格局 就因为一个小小的业务 改变了家族历史 你真厉害 是啊 我那人才发现 他那大儿子我以前见过 所以这事多少 我现在还是有点跪不去 你别想多了 真是 这哪儿干吗呀 要赶紧的 今儿这事啊 抓紧的搞定 我试下来 要白忙活了 搞定他 好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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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妹们 我刚在院子里 看到纪录片里的景 特别好看 一起去拍些照片吧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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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去 五 Weiter 没错 没错 我们雨谷跟深海医院 现在这儿合作 你看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我们继续往下推进呗 什么合作呀 就那一万块瓶啊 不是说不卖给仲星了吗 是的呀 但这卖不卖给余果 我现在也不好说呀 我们俩虽然关系好啊 但生意和交情这两码事啊 老马现在把院线归我管了 我不能说 我跟女关系好 我就直接不卖给仲星 卖给余果吧 这面子上流程也得过得去吧 你也知道 这小马这一天天盯着我呢 这你肯定能理解吧 那我们不是已经说好了吗 是的呀 这是我老公也是跟我说了的呀 这做生意嘛 肯定是利益最大化 你们谁出的钱多么就卖给谁呀 老马你也见过吧 他这人对业务要求可高了 要不然生意做这么大 这你得理解 还有 还有 你去看他们干吗呢 没 一会儿走丢了 拍什么呢 咱们儿 拍什么呢 咱们儿 我 气死我了 你回来不开灯呢 你是没看见她那嘴脸啊 说翻脸就翻脸 穿去变脸都没她猝得快 马董小媳妇又变卦了 变了呀 一点契约精神都没有 我真是白瞎了 我这么多天 天天给她装好姐妹 还伏地做小的百般讨好 我一边啊 费时费力找关系给她拍片子 一边给她找保姆 越骚着呢 我越想越生气 我跟你说这种人 只讲利益 不讲道德 难怪她没有朋友 我该一辈子没朋友 念几遍啊 要吃了吗 没吃 得吃啊 医生说了要保持好心情 没心情 吃不下 回来我就开始运气 我就开始舒缓自己的心情 我就开始开解自己 那是我一小月生气 这个 动心动情的事啊 你要是遇上背心记忆的 生气还是值得的 她这是动脑子的事 没有必要生气 我动心动情了呀 那是你不对了 你说你跟她是闺蜜 但你打心眼里把她当朋友吗 也并没有吧 顶到就是表面上奉承 背地里也没少吐槽人家 既然是这种关系 就不能期望太多 知道 那我不是 也在心疼自己的身体吗 谁愿意天天哈着别人 再想肚里能撑传 对不起 我这肚里啊 装不下她了 这个小媳妇吧 绝对没你想那么单纯 马老板 这么大企业 外边肯定少不了莹莹艳艳艳 莫林年纪轻轻的 你说长相吧 也不能算什么大美女 她怎么就能成为 盛海集团的马太太呢 真的只是因为命好吗 你看那些工作剧里边 有哪个角色是因为命好 活到最后呢 还是因为你手段没她高明 哦 那合着是 她早就想上位了 我这冤大头 撞她枪口上了是吗 她拍片的时候 我觉得她演技挺差的呀 怎么能把我给骗了 你现在到人间清醒了 你怎么早不提醒我呢 我也是刚盘明白啊 事后诸葛亮嘛 我怎么肚子疼啊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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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太动 要不说母子连心呢 孩子跟你一块生气呢 不能吧 能 你得抓点息怒 孩子还处理不了这种事 谁啊 谁啊 迈克 进来吧 我买点食材 我想应该是你爱吃的 总是方便面对身体真的不好 不用麻烦了 都坐了 你吃吗 给你盛一碗啊 好啊 好啊 我离职了啊 上次那件事情 是我没有搞清楚 我不该那么说 我辞职跟你没关系 我想出去捋个游 想去哪儿啊 还没想好 出去休息一阵挺好的 什么时候出发 给我说一声 到了之后 报个平安 我回来了 大宝 大宝 妈妈回来了 大宝 大宝 今天乖不乖又穿宝 老公 大宝乖不乖呀 老公 老婆 黄磊 急ㅣ啦 干吗去了才回来 加班呗 天天不着家 孩子是我一个人的呗 你吃做药了你有病啊 我现在呀 放偶 parts月儿 发生什么事了 你什么意思天 看什么呢 看什么呢 这 给我买的 这款很难买的 店里都买不到 你在哪儿买的呀 做了功课 买手店淘的 可厉害了我 老公 爱死你的 现在知道我的好了 以后少气我一点 这有态度稍微好点 那必须的 不是 您那哪儿来那么多钱啊 股票啊 你猜我赚了多少 多少 两万 可以啊你 这还可以 我当时要买五万股票 现在不止这个 还是得见好就收啊 我有分寸 你就等着我带你们娘俩 迈入新的幸福生活 那 那这个包多少钱 一万八 这 这也太贵了 一万妈给大伙买多少奶粉啊 其实我就是喜欢这个样子 买个假的杯的也一样 我能给我媳妇买假的 你别说一万八 两万八 三万八 慢慢挣扎 你也行 别人有 我媳妇必须有 老公 还随你呢 你这个大肠 你自己最爱吃的糖醋排骨 行 多两步看看 得了 你看吗 好不好看 走走走 走一走 嗯 大宝看妈漂亮不 看看你妈 给妈妈有点美的你看 大宝你看妈漂亮不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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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总 嗯 生亚的事情我已经说了 上前又接到消息了 是 你不要觉得我们跟众星之间的合作 一起抱团是不好的呀 你看现在的市场环境 如果大家能够在一起资源共享 一起协作 没有什么坏处的 我也想跟他们协作 但他们诚信有问题 那我帮你分析分析啊 经过这次的波折 曹达也收敛了 也让他知道了你的实力 对 那盛海月线现在让各家都开始竞价 那明摆着呢 是让我们的商务行业卷起来呀 那众星和雨果呢 又是这个行业的两家头部公司 如果带头哄抬无间 那以后的事情还做不做呢 越来越难了 我约陆泽明 我想遇上你 我们三个一起来了好不好 如果我们两间 没过来是护士 收拾会有转机 那你得给你家小龙龙说好了啊 不能再出差错 如果这回还有波折我 绝对把你家给拆散了 我们俩真的只是普通朋友呀 你少来啊 你一把年纪了 天天在这练习控制欲望 我都替你着急 让莫林看不到她想看到的画面 这件事情就还有转机 我是这么想 如果我们两家公司都不出手 其余的几家小公司的实力 是达不到莫林的股 如果他们硬着头皮涨价 那些小公司 很有可能在资金上出现问题 一旦他们的资金链断了 莫林是没有办法跟集团交代的 所以我觉得屏幕的价格 未必抬得起来 这样是可以反制盛海的 但是也存在一定的风险 以盛海的实力呢 他完全可以保留住 这些屏幕的高架不出手 跟我们展开拉局战 盛海或许不在乎 但莫林不在乎呀 怎么说 他那点权利 还是我费尽心思把他抢来的 跟他相处这么久 被他少了这么一大圈 我也算是他肚子里灰虫了 同意 所以他现在急需的是正名自弃 他刚刚接手了盛海院线 一来 是想要在 马总面前做出成绩 让马总刮目相看 二来呢 是想要在小马的手中 夺走更多的拳 让自己上一脚 你接着说 其实甲乙双方 说白了很多时候是互相的 马总 把他们两个放在位置上 就是想让他们相互制衡 硬件是盛海的屏幕 而我们这些客户呢 就是他们各自手里的软件 莫林以为手里握着硬件 那像我们这些软件 如果都倾向到小马那边的话 那老马总会更看好谁呢 成 正好也是我对小马有错在先 如果能够帮他呢 也算是将功不过了 谢谢 谢谢 陆总 文心看挺透啊 没少研究人吧 他们把我们当作菜鸟 那我们也让他看看 菜鸟不仅可以互助 也可以互助 好 那重金那边呢 找他能同意吗 我会想办法让他谈到你 那余果这边就我们两个负责了 要不要立个字据 我们现在是立功能题 而且君子协议还需要立字据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抱歉啊 各位 我刚刚产检去 入药太鼓了 久等了啊 那那个咱们就长话咱说 好 我这后面还有别的客户呢 好呀 你们再怎么一起来了呀 不是 你这么干怎么喝呀 莫总对不起 马上给您换去 不好意思啊 继续 马太太 今天我们两家一块过来找您 是关于深海屏幕的事 我们想跟你好好聊聊 好呀 其实我这边真的无所谓 卖给你们谁都行 主要就这个价格方面 这个我们了解 我们也看了 你现在给的最低的报价 一万块屏幕 一年的经营使用权 是一点八个亿 这跟我们之前约定好的 要高出了三千万 对 此一时比一时嘛 这个价格呢 是我们之前开会 统一决定的基础价格 低时肯定不会再低了 而且啊 现在其实找我们的商务公司 也挺多的 这肯定是谁的价格 有利于我们 最后就卖给谁了 对吧 那这两天 来找您的商务公司 还真不少啊 是的呀 那 莫总 我们是不是彻底就没戏了 你们 这什么意思呀 阿琳 我跟你说实话吧 这一次呢 就是因为盛海 坐地起价的行为 我们余果 还有他们这种新的上层 都挺不高兴的 现在上面是决定呢 各自出七千万一人一半 买你们一万块瓶 要能卖呢 我们就接着往下谈合作 你要卖不了 卖不了就算了 七千万 你们开什么玩笑呢 这加起来才一亿四 这比我们之前 卖给重新的还少呢 您刚才不也说了吗 此一时 彼此啊 是啊 七千万呢 是我们这两家商务公司的 估算簿 估算出来的市场价格 的确 现在市场上 不只有我们这两家商务公司 但是我们绝对算逃步 从软硬的实力上来看 好像还没有谁 可以跟我们这两家商务公司 抗衡的 剩下的那几家商务公司 绝对没有这个实力 能买下这些瓶 所以就算是 你们高一点点价格卖出去 针对这么多家 管理起来是很麻烦的呀 而且我觉得 价格高也高不了多少 商务圈子里边 哪有什么秘密啊 我们两家 同时把底价抱出去 别的家也不傻 加不了多少 而且据我所知 现在你们深海院线的屏幕 不仅仅是你一个人在负责 那我们也有自己的选择权 您呢 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 进行竞价 我们既然在您这儿 得不到满意的权益和价格 我们完全可以选择和小马总合作呀 陆总 您这是有备而来呀 这可不像是有商有量的架势呀 行啊 你去找他 你看看他在马总那儿能不能收了算 别别别别别 哈林 本来我们是可以直接去找小马的 是我硬地把他们先拉到你这儿来的 你要不再想想 陆盛海也不是个小作坊 那说不出得上话 不还是得看业绩吗 一边是架高者得空在地上 另外一边是我们余果还有重新 两大合作目标呢 你说你要是老马 你会觉得谁的业务能力高 再想想 那我们就先走了 不打扰了 哈林 你别着急啊 你再想想 我先帮你摁着她的 谢谢妈 媳妇 还没弄完 赶紧吃饭吧 一会儿饭菜都凉了 就一点点了 马上弄完啊 你说你这一点点一个晚上了 不就一个策划案吗 至于吗 修得跟设计图似的 大宝睡得可真香哪 怎么你们那个新同事 白什么来了之后 你工作反倒忙了呢 不是应该有人帮你分担工作吗 言语效应懂不懂 你这打工人何苦为难打工人 我这不也是为了提成吗 那媳妇我跟你说 你真不用动拼了 我跟你说 我买那只股它又涨了 哥们儿天生一股神 我跟你说啊 你可悠着点 咱家这刚缓了没多久 这股票有赔有赚 你别一上头 再把家里的老本赔进去 那你就不懂 这股票这个曲线图啊 就是咱们家蓝图 低股时补入 这高光时 咱也不担心迅速抛出 上学的时候我最擅长什么 高速 这都有规律 我跟你说啊 你这套理论在我这儿没用啊 要不你先吃吧 我弄完了再检查一遍啊 那你快着点呗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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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点到司机了 我这方案还没保存呢 你说这要是没了 我这一晚上白费了 我今天还得发给威姐呢 媳妇你别着急 我帮你看看 别别别 专业的 要不咱重启一下试试 别别别 不行不行不行 我这还没保存呢 这要是真没了 我真做不出来了 气死了 真是气死了 宝贝啊 你是不是累了 是不是我这段时间加班 没有注意到你的感受啊 等我这个文案做完 我立马关机 好好让你休息 好不好 宝贝啊 宝贝啊 你快醒醒啊 那宝贝也不醒呢 我说咱们重启一下试试吧 现在办公软件 都有同步保存功能的 是吗 有的版本有的 那没招呢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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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这重启不了了 我坐了三个多小时 这重启不了 我 我这三个多小时 努力全都白费了 你说我今天晚上 怎么发给威姐啊 算了 重做吧 你带电脑回来了吗 别带 那你所有咱家附近 没有网吧 我去网吧坐 大半夜去几种网吧啊 别着急 媳妇 我有办法 啥办法呀 我给你借 找谁借啊 那你就别管吧 我肯定给你借过来 包我生日了 你吃饭去去去 我吃不下 去吃饭去 听话 听话 没问题 相信我 去 快快快快快 去吧 媳妇 就这么快 小王 炒脑冰茶 哎呦 哎呦 刘姐是您啊 哎呦 我还说呢 我这些微信名太潮了 哎呦 你不知道是我呀 你标注一下呗 这名字嘛 给你们年轻人学的 时尚点呗 时尚 时尚 老时尚了 我家这店了 一直闲在那里没人用 给你 哎呦 刘姐 您今天帮我大忙了 真太谢谢您了 哎呦 没事 你拿着用布去找还啊 那哪行啊 哎呦 你客气什么呀 你给我们推荐的那两只股啊 这两天一直都在涨 哎呦 哎呦 股票那边有什么消息啊 你就直接告诉姐 在微信上啊 行 咱们这个一码归一码 有什么消息啊 我肯定跟您说 但这个电脑啊 我明天就还您 我 着急 我先走了 姐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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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小王 正好你在电脑上 给我安装一个操股软件呗 我总拿着那手去看 眼睛都看花了 得嘞 您放心吧 走了 姐 好 谢谢啊 谢谢你啊 哎老公 今天不是庆功宴吗 怎么回来了 待着没意思 我就先回来了 怎么没意思呢 你是总导演 是不是冯薇又在那儿兴奋作浪了 改去稳呢 嗯 没吃饭啊 吃了 公司那儿又有个项目 那过来扔秀给你们了 那太好了 今天许帮还在动用我们 让我们卖命呢 本来我还在想着呢 马上就要请产假的业绩怎么办 果然家里有余歌导演 第一把交椅吃穿不愁 不是 你不知道今天 我太解气了 我太解气了 莫林那张脸不绿啊 算了 别别别别 哎呀 哎呀 哎呦 哎呦 哎呦發出品那么大呢 哎呦哟哟哟哟哟 这这这我爸爸知道吗 上这么大火 还怀着孕 能吃该药吗 不能 能拔牙吗 也不能 那可怎么去火呀 不是 我叫你来 我是为 同步业务来了 我怎么按下跟你有关系吗 一家人关心的就是身体 姐 业务嘛 你不是想管吗 你说了算 那你派人去跟仲星老板聊一下 我聊不了 我叫你派人 我派不了 你说说咱们这么大一公司 手握资源被人反制了 我不要面子呢吗 关键是退了怎么聊啊 是继续合作呀 还是按照您的思路继续抬价呀 要是继续合作 我不用派 一个电话 他们屁颠屁颠就都过来了 要是继续抬价 全公司除了您 可没人能料得下来 你就别逞能了 没有金刚钻 你就不要懒慈禧活 把我爸照顾好 就是你擅长的能力 这也是我还愿意 敬着你的唯一原因 吃点这个 外婆啊 我谢谢你啊 一家人关心的就是身体 不用谢 不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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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能客气 collision 压难 你如果想在香港 不客气 吧 不客气 不客气 你真是太不容易了 我这一天要算背痛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哪 别累坏了我们准夹毛 今天这事我发现 这陆泽宁还挺好 又美丽 你要发展怎么样了 发展什么 你别说了 你不要给我装闪了 跟你讲呀 我们两个不合适的 不可能的 现在全世界都觉得 你俩有事啊 我们两个是师姐弟好吗 不好往里面发展的 有什么不好的 人生海海 你已经为一个混蛋浪费太多时间了 现在就应该彻底跟过去告别 说再见 不要有任何心理压力和负担 赶紧开始新生活 我一直都知道 人生的结合运 他就是相辅相成的 当你遇到了一个 让你特别痛苦的人之后 肯定会有一个 给你带来幸福的人出现的 你这怀了孕了 怎么变得婆婆妈妈的 跑这儿催婚了 要么就是 你在意外界的目光 那你也不像这么孤般的人啊 而且也不差几岁 又是那个迈克 迈克岁数差得是远了一点啊 那也可能好久没见人好了 离职了 听说出去旅游了 要伤去了呀 你看你把人孩子给伤呢 你可不能再伤另外一个了 好了呀 姐姐你什么都好 就是开不起玩笑啊 严肃有余 活泼不去 走 但是我能感觉到 她是非常在意你的 盛海屏幕的事情结束了 现在我们和仲卿一家分一半 价格也合适 跟你说一声 希望你旅行愉快 以后能有更好的生活 女士 请借安全带 我们的飞机马上起飞了 先生 请你们收起手机 我们的飞机马上起飞了 先生 我们的飞机马上起飞了 我们的飞机马上起飞了 请关机手机 正好 要是路的宁欺负你 随时告诉我 只能吹着爱你 你这个不符合规定啊 还没到日子呢 进 谢谢 我听说白贵已经早去搬出转正了啊 这么快啊 卷王这些日子啊 果然没白卷 他可是咱们商务有史以来 转正最快的员工啊 你说他这么快去转正 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那人家是威姐亲点的 有问题也轮不着咱说了 也对 希望是我想多了吧